台中市长卢秀燕透露 市政府即将打造首座儿童细水主题公园于东区甘城 并于12月28日举办开工典礼 投入计划的资金 包括已成功媒合的国际建设提供的2000万元投资 以及建设局分摊的215万元以完善公园设施 该细水公园预计在2022年暑假开放 令小朋友酷热夏季也可以享受玩水乐趣 全新的东区甘城公园站的1700平方公尺 命名为海螺之家的游戏区将与真实世界地形密切结合 并将自然景观与水元素结合起来 包括设置塔形共融游具、汽水设施 这样设施和无障碍环境等改善 公园下方的绿川水质进化设施也纳入规划中 建设局长陈大田解释 该公园是配合近年受多个商场设立的影响 周边居民对于公园修气需求明显增长 包括秀泰商场等都在带动人口数增加 因此 他们成功争取资源 并邀请国具建设一同打造特色主题公园 让孩子和家长都能享受汽水快乐 对疫情 山阳